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黄月长空与深海 用事归去由来 剪明从一杀将开 以后别更精彩 成月尘灰燕与水 故事总有你在 记住如果要分开 再回来 我 我不想嫁 嫂威, 我又沒聽錯, 你再說一次 我不想嫁 你… 嫂威, 發生了什麼事? 你怎麼說不嫁就不嫁? 其實…其實是嫂威 捨不得離開主公和兩位夫人 你們的大恩大德 嫂威只想一輩子陪伴你們 服侍你們一輩子 原來如此 嫂威, 你真乖 我們都很想一輩子跟你在一起嫁 不過不行, 女孩子怎麼都要嫁 真是傻女, 不要再胡思亂想了 我還有公務要辦, 逃婚事什麼都談好了 不可以言而無信反悔 你這次是非嫁不可 沒事吧? 沒有, 嫂威先出去工作吧 婦人問我們, 知不知道嫂威有什麼心事? 妹仔變少奶… 要慢慢才習慣, 婦人她們還有什麼說 聽說, 嫂威還跟主公婦人她們說不想嫁 好像說怕嫁早會出事才不想嫁 出什麼事?嫂威好像招應了 原來是帕武宵珠湖門村鋪被人帶走 你胡說什麼? 張國府這麼多家丁 我們做婢女的不是皇家閨女 有什麼奇怪的 不是呀? 難道是真的?被人打回頭 到時真的不知道 劉備、關羽還是張飛好 明白的?除了哭還可以做什麼? 明白的 運信大哥 桑柳, 你在這裡幹什麼? 我沒緊張玉珮而已 想起以前的事, 忍不住就… 花了多漂亮, 我明白 有時候事情不發生都發生了 但願一切從來都沒有發生過 一想來也無謂, 我明白 人是感情的動物 情到農事, 很難說不好 我真的明白, 人有好奇心 年紀大一點, 有些事情當然想嘗嘗 我小時候已經想嘗嘗了 不過你勇氣一點 我們鄉下也有事前用的 事後服的來防禦一下 不過你們…不要緊, 你幸運 怎麼了?嘗嘗了也沒事 我為什麼要拿父母傷亡來試? 你覺得父母傷亡嗎? 這塊玉珮是由爹留給我的 每次見到他, 都像見到他們那樣 對不起, 對不起 我還以為你在想不想嫁那件事 你也知道嗎? 是 我已經跟主公和兩位夫人說了 但原因我真的說不出口 我怕他們接受不了 那倒是很難接受的 主公還不知道嗎? 紙包不住火的, 一棟房秘穿崩 你不是黃花閨女嗎? 一定彈槽扔回頭 你… 你的事 別讓張冠虎時代的婢女知道 一個人知道, 全都知道 雖然你不想嫁的理由就很充分 雲信大哥, 我… 我還是黃花閨女 我不嫁的原因是你, 你說的是自由戀愛 你的話不斷在我腦海之中轉來轉去 最重要是選擇 漂亮的、醜的、好的、壞的 都是自己選擇 萬分瓦架很幸福, 自由戀愛吃白粥 只不過沒得選的, 就嘴唇唇唇嘛 那你也記得? 有道理, 我一定記得 我隨口說而已 我不要萬分瓦架, 我要自由戀愛 萬分瓦架也可以好順的 黃玉京都嫁給諸葛亮了 你這個尚書也不錯 就算多好, 也不是自己選的 我真的很羨慕你鄉下的女子 那港女也有港女的問題嘛 我知道我是沒機會自由戀愛 主公說過要我非家不可 我就非家不可 或者正如你所說 尚書的公子日文那麼好 我一定會很幸福的 只是…只是我沒得自己選擇 既然我這麼幸福 我根本不需要傷心 搞得這麼不開心, 怎麼會有好結果? 糟了, 是我說得他這樣 到時候怨我未大劑? 糟了, 這劑怎麼搶呢? 雲信大哥, 什麼事? 主公最近有一批企州玉石 想我們幫他鑑定一下是真的還是假 我知道你有塊家傳之寶的玉配 說明家傳之寶 當然是瑜伽包換的企州玉 借來看看好不好? 當然可以了 謝謝 這裡烏燈黑火, 看得不多清楚 事關重大, 你拿個竹台出來好嗎? 好, 你等一等 那些泊車仔就是用一塊泥膠吸一條車匙 拿著帽子就可以配到一條車匙 雲信大哥 夠不夠光嗎? 看得清清楚楚了 是, 還一塊家傳之寶給你 那我回去鑑定一下奇州玉 好, 來, 一枝都夠不夠 眉天光的, 惠信大哥 老闆, 記住, 跟蹤這個藍武 原原本本十十足足足 不要加多亦不要減少 幫我丟個一模一樣的玉配出來 桑柳 黃長, 一次 剛才有一位大嬸來過 他說是李企州的鄉里 他還說你泰麻托他送了一封信給你 我泰麻? 說你泰麻留下了一封信之後 之後就病死了 桑柳曾孫, 終於讓我找到你了 當年戰亂失散 我失去了你爹和你的音訊 打聽當年也找不到你們 後來終於找到了 就知道你爹過世了 安慰的是桑柳你平安無事 在將軍府做事得到主公的銅石 泰麻心無常物 只剩下一塊家傳玉配 我記得另一塊我給你爹 兩塊是一模一樣的 我如今身患重病, 相信不久人世 所以將這塊玉配 連同這封信托人交給你 以作留念 怎麼會這麼巧呢? 夫君已經為你籌備紛事 你就把泰麻走出來 你泰麻過世 要守客三年不可以出嫁 那怎麼辦? 怎麼向客徒尚書交代? 對不起, 兩位夫人 為你們和主公添了這麼多麻煩 不關你的事 事情都發生了, 總要解決 桑柳, 封信你先放下吧 讓我們和主公再商量一下 我們若然開狠西郊 由開始自得穩定的和度生產 需要三年的時間 三年?又三年? 三年可以發生很多事 主公不贊成開狠西郊? 開狠西郊事在必行 我在想的是桑柳的婚事 剛好又要三年才可以成事 日子就定了嗎? 桑柳的泰麻剛剛過身 桑柳要守孝三年 從來沒聽過桑柳有個泰麻的 桑柳還是收到信效才知道 有殷重玉佩為證 孝就一定要守的 那智謙就要等桑柳三年? 我對這類世俗禮教不太熟悉 這次應該怎麼處理? 君師, 有何看法? 看來解除婚藥是比較恰當的做法 亦合乎禮法 什麼事? 這個玉佩上面有個崩穴 但不論是斬崩或是撞崩 而是人手刻意正上去 是嗎? 這麼奇怪? 崩早會漂亮一點嗎? 真的, 是刻意刁鎖上去的 會不會有什麼問題? 還是攀親片座? 我看過信項 說是被桑柳留念, 補其他要求 玉佩也跟桑柳的肺一模一樣 但無端端怎麼會把泰麻出來呢? 難道拋磚引玉, 另有所託? 無論如何, 我不想桑柳被騙 君師, 勞煩你長查一下 是 根據古籍記載 雍仲是秦朝將軍, 骁勇善戰 當時的外族都為之振服 後來世人就依他的樣貌造成玉佩 用作護身、辟邪, 保平安防小櫻的作用 其周人就最喜愛佩戴 雍仲玉佩的雕刻有什麼特別? 雍仲的形態是一個老雍 歡衣薄袖, 雙手合掌為實 由於雕刻技巧非常簡潔 所以熟練的工匠 只需要七八刀就可以雕刻完成 所以後世人又稱之為八刀法 是其周獨有的工藝技巧 有沒有提及過 在右肩的位置故意作崩一個渠頭? 古籍只是記載八刀法的特點 結合了雕刻磨刻的幾種技巧 線條簡念, 玉佩的雕刻得粗獷有力 剛勁挺拔 這塊玉佩的刀法 似乎並沒有去到夫人所說的境地 尤其是有堅決的缺口 刀口有艷剛勁 完全不是八刀法的風範 夫君 又是雍仲玉佩 我問桑柔姐 我說夫君想欣想客 是否懷疑什麼 爺爺, 我們對比一下 看看能否找到什麼端藝 夫人真是想得走到 畢竟也一定要 discrimin了 菜對他 geri 彤雕刻 吃飯 物品 請看 看 告消息 繼續不停 他可啦 今天把職 kabul 講賀 要想辦法 Genso 那塊玉佩到底是怎麼回事? 等議事完結之後,好明再向主公報告 之後我們要去巡查軍營,你現在說 沒錯,幹嘛吞吞吐吐?說吧 這件事還沒有結論 諸葛君師,一人計點,二人計場 你查到什麼,就說出來給大家參嘗一下 是呀,全部都是自己人 大家都很關心桑柔 偶像,這次不要太聰明了 桑柔泰麻那塊臥重玉佩 為什麼他故意作崩了一個缺口 好明還沒參嘗到 那倒是最好 但是桑柔那塊臥重玉佩 亦同樣有一個缺口 糟了,是我說要一模一樣的 怎麼會這麼巧合? 更巧合的是,位置一樣,大小一樣 都是作崩的 為什麼?桑柔那塊玉佩是撞崩的 我記得了,年紀前吳大夫人臨盆在跡 桑柔在旁邊幫忙打點 金夫人緊張過度 抓著桑柔的心猛搖 不小心把桑柔身上的玉佩 整潔到地上,撞崩了一個缺口 桑柔當場還傷心得哭了出來 這件事頗複雜,需要時刻再查 不用查也能推論到 兩塊玉佩的缺口位置和大小都相同 絕對不會這麼巧合 結論只有一個 桑柔那塊玉佩的缺口是撞崩的 而泰麻那塊是照著桑柔那塊 雕作出來的 所以連缺口也撞崩了 韓君師,有沒有這麼複雜神奇? 你想多了 你說多了就真的 這次顯然有人想做一塊 假的玉佩出來冒充 韓君師,桑柔那塊玉佩 是年紀前跌崩的 而且一直都抬在身上 從來都沒有離開過將軍府 而泰麻就身在企州 兩地雙隔千里 事問他是怎麼可能 預先叫人參照桑柔的玉佩 而丟出一個連缺口都一模一樣的 我玉佩尼無聰 關將軍真有見地,說話有關 除非師父有千里眼 否則有什麼可能照樣煮碗呢 世事很多時候真是巧合得你不相信 說不定標泰麻玉佩那位師父 真是剛巧錯手 在同一個位置上作崩了呢 正所謂人有相似,物有相同 也有人說我像劉華 公事詩詩都說完了,都餓了 吃飯了好嗎? 沒提議 絕對不是錯手 又或者根本泰麻就不在企州 又或者根本沒有泰麻這個人 又或者泰麻這個人 根本就是桑柔他自己 說成這樣也行 桑柔幹嘛要這樣做呢? 我不相信 主公,你叫桑柔出來 一定會問到事實 就叫桑柔來 桑柔 桑柔,你知不知道雍仲玉佩是企州獨有 不是通宿可以買得到的 桑柔遲到 所以,除非你把玉佩交給人 否則沒有人可以刁到一塊 一模一樣的玉佩出來 然後說是泰麻的玉佩 但是信中所說 我泰麻的確有一塊一模一樣的玉佩 不會是現在刁的 正正是現在刁的 所以連你跌崩的缺口都刁了出來 你白脈一疏,露出馬腳吧 誤到你不承認的,你解釋吧 如果不是假的 怎麼會有你跌崩的缺口 這塊玉佩是皇掌試給我 我不知道 你知道,而且最知道的是你 因為你造假 你做一塊假玉佩出來 是想證明你一個剛好過身的泰麻 你守候三年,那你就不用嫁了嗎? 我沒有 你不用不承認 這裡所有人都知道你不想嫁 你跟主公說過,但是主公不肯 不過好辦法 想到這種方法來脫身 不如沒彩,做到一個寒涼 寒君師,我沒有,我真的沒有 所謂,我一直當你是春生的女人看待 從來沒當過你是下人 你居然欺騙我 主公,我沒有,桑柔是冤枉的 桑柔,你從來都不說謊 但是這次這樣做,就令我們很失望 有機會是大哥,你怎麼對得起他 主公,桑柔這次大役不道 一定要嚴懲處罰 桑柔 主公,桑柔生性順良 這次只是一時情急 替主公妄開一面 他不只騙我,他還弄得兩位夫人 不知如何面對客曹尚書 多麼難為情,簡直不可謠書 主公,我沒有 主公,要求情也不是幫桑柔求 整件事與他無關,他什麼都不知道 是有人知道他不想嫁 所以暗中出手幫忙 你應該更清楚,這個人是誰 知道,因為這個人是我 整件事是我自己搞出來的 是我偷偷造假 仿制桑柔那塊雍重肉倍 我還冒充他泰麻寫信給他 讓他有證有句,要守候三年 就可以取消婚事 整件事從頭到尾,桑柔都不知情 他沒有罪,你要自就自我罪 要求情,就幫我求情,好嗎? 雲信,你沒到請一時,亂急幫人 查實這件事,你毫不知情 什麼都不知道,是主公先真 主公,你口口聲聲當桑柔是親生女 你知道他想怎麼樣嗎? 他根本不想嫁給一個 自己不認識,見都沒見過的人 他不用人安排,他想自己選 但他想自由戀愛 主公你也明白嗎? 雙人,究竟有沒有什麼事? 是,你只是個屁裡嚇人 假的,怎麼到你想 你別撐大哥愛吃你,你等他亂來 他想想而已,想想也不行? 不用這麼兇 婚事,什麼時候都父母做主 不得你一想,大哥 如果他不肯上招,我幫他上去 所有,我從來沒聽過女子出嫁有得選 我也沒做錯 這個婚事是有父母之命,梅雀之業 絕無問題 如果你有得選 反而是霧梅九合,低三下四為世所不用 總之依照大漢律法 為婚者就以得父母之命,梅雀之業 分期已定,你是非嫁不可 主公,雲迅,別以為你之前立過功 就可以私無忌憚 既然一切都是你的所作所為 我就知你的罪,人來,眼舉牢放 不要,主公 臭傷 雲迅,你太令我失望了 主公 雲迅也是因為關心所有的終身幸福 才會這麼做 但說到尾,他也是以下犯上欺騙主公 來,先讓他收監,再行犯落 慢著 是,我是欺騙主公 只不過我只是維護法紀 反而主公才是違反律法的人 你胡說什麼? 你打死我都要說,我說事實而已 主公,你剛才是否說 根據大漢律法,為婚者 要父母之命,梅雀之言? 是嗎? 沒錯 好,那斗斗問一句 你是不是桑柔的… 嚴守了 雲商,多虧你提醒我 所謂天子繁發於書問同罪 是我疏忽了,有為律法 桑柔,既然你不想嫁 以後我又沒權勁逼你嫁 這頭分事取消 是 還有,這件事各人都應該吸取教訓 反而好好點討一下 是… 大哥 傷了,隨便叫,還想吃什麼的話 我請 我請才對,是我不好 不捨不勝聰賤不切 幾乎弄到你都這麼喜歡 怎麼會呢,你也是為了幫我解除婚約 只是為我好 這筆算是等級了 不過還有一筆算是一定要跟你算 如果當天不是我口行廢話 說什麼自由戀愛 子謙這個筍盤你放在袋子裡 現在正在做少奶奶, 向福來 其實我真的不幸 幸的女子?排滿了一條新野大街 我喜歡自己選擇 從古至今 每個女子都希望自己 有一段轟轟烈烈的愛情 尋找自己心目中的劉華 不過這個世間有多少個華蝦 這麼多天若有情嗎? 我記得你說過劉華 那華蝦又是誰? 我只是打個比喻 你覺得他是誰? 我的意思就是說 自由戀愛自己選的理論是正確的 不過很多時候選擇… 等著等著 就像個包一樣, 攤得冷了就不好吃 我鄉下的港女就是這樣 選擇等著, 變成中女、成女、敗犬 就是老姑婆, 問你怕不怕? 其實冷了的包也很好吃 老姑婆就是老姑婆 真的不後悔? 絕不後悔 無患一生孤獨中老和 不怕 不怕 不是這麼快秋後算帳吧? 主角公司 不是, 主公派你來炒我魷魚吧 什麼?炒魷魚?就是…辭退的意思 雲Sir兄弟, 你真是勇者無懼 那時候火燒心, 怎麼管得這麼多 我剩下來才會害怕 你知道, 欺騙主公是死罪 之後還衝擊主公 我鄉下的人衝擊完政府總部 我心裡都疼疼, 怕被人抽喉算帳 在將軍府 真的從來都沒人像你這麼大膽 那以下范上公然直戚主公 幸好主公海良汪涵, 懂得包容 不是你真的…炒魷魚 那我也比較穩定 坐… 你不僅鎮定, 還很有計謀 隨便稱讚我, 我很喜歡被人稱讚 尤其是你 其實當日我發現兩塊玉沛 有相同的缺口 我已經推斷到有人想借守孝為名 避開這頭分子 我很清楚桑柔, 心無誠苦 背後一定另有其人 我真的推斷不到這個人原來是你 所以開始的時候, 你就想淡化這件事 私底下才跟主公談 其實這條計劃本來不錯的 最差是韓軍師 你也知道了 他又要表現自己, 又要認真 又要搞大件事 要不然我也不用穿布了 不要緊, 最後你也力玩狂難 這件事我要讚你, 而且謝謝你 你真的謝謝我 你們其周香港人對事物的看法 真是新榮獨到 竟然想到主公大還是律法大 令我獲益良多, 真要謝謝你 不用客氣, 你們歡迎 不用客氣, 真要客氣 雲順大哥, 你沒事吧 你回來之後 你足足幾個時辰都是這個… 像你說的, 像你所說的, 傻似的 我也不想, 不過我控制不了 軍師之前也稱讚過你幾次 為什麼這次你又特別開心呢 他以前稱讚我 潛台詞只是說他酒保 後悔沒有重用我 這次不同 他說我令他眼界大開, 獲益良多 那就是說, 我已經變成他的靈感男神 賺的層次都不同了 所以我在他心目中 已經由朋友成為知己了 什麼朋友和知己有分別的嗎 代錢留你袋 朋友就是喝喝吃吃的 知己就是互動的 就是你會令對方升級 又或者在對方身上學到的東西 是… 算了, 正確 以你的層次應該是不明白的 那我在你們心目中 是朋友還是知己? 兩樣都不是 那我和你是什麼? 大哥和年輕的關係, 你給我怎樣 原來你當我是弟弟 是嗎? 報告三位將軍 我們察覺到其中一個曹軍的航兵 很有可疑 其他的航兵會暗中將最好的食物留給他 到了掘石的時候 又會暗中替這個航兵 讓他不用這麼粗糧 還有, 昨天這個航兵 吳樓臣線腳跌倒 其他的航兵還會馬上丟下所有東西 衝過去扶起他 戰場上見慣生死 只不過跌倒而已 竟然會這麼緊張 真是很有可疑 智龍, 查查這個人 是 是 趙將軍 石苗, 趙將軍來到, 你還不走 你叫他石苗 遠距在哪裡? 青州林志 喜林志, 石系大勝, 你出身什麼? 我爹是教衛 教衛的兒子當小兵? 我爹早死, 家道中路 讓我看看你的傷勢 好, 槍龍 這麼好身手? 不用再裝重傷了 他就是曹操的大將軍, 迎孫 肯定? 我跟他陣上交過風 他的樣貌我記得很清楚 一個大將軍 竟然扮成一個小兵來門天過海 相信他是在, 等機會逃走 迎孫, 我也找到你來 今天我要人頭落地 追終軍, 主公有名 不得濫殺航兵 三年前在玉蘭, 就在這個畜生 滅賣省了我們幾百個兄弟 他死有餘辜, 不是濫殺 三弟, 這個人不能殺 二哥, 為什麼? 刑選隊的軍有恩, 他救了我們幾百兄弟 三弟, 關羽, 你是個有恩必報的人 別讓他亂來, 放了我 三弟, 放過他 不行, 我要向死的幾百位兄弟交代 他非死不可 不要 你不要逼我 你也不要逼我 走 盈孫的事我已經知道 先將他收押監陸, 再行定奪 十三年前, 我軍在虛擬 懷陰和元術交戰 我帶領五百士兵遇上元術的三盟大規 結果被敵軍不圍困多人 這件事, 我只是溺溺在沒 當時, 糧草豪盡 我和五百個兄弟準備一爆火 與敵軍同歸於重 盈孫當時還是孫賊的一門盟長 全靠他及時帶領三千救兵廣東 他聲東擊西 然後趁亂就帶領我軍一同殺出重圍 我和五百個兄弟才能夠避過你一劫 大哥, 這個恩我是不能不報的 盈孫如何移逼雲天也好 都是十幾年前的事 盈孫已經不是以前的盈孫了 他已經投靠曹操這個奸賊 他活在我們幾百個兄弟 大哥, 這件事你都溺溺在目 所以盈孫非殺不可 盈孫對我的恩, 我是非捕不可 盈孫是一定要殺的 不可以殺 殺 不可以殺 殺 不可以殺 大家各有各道理 上贊下去也沒有結果 冷靜, 再重場計語 不殺盈孫, 我誓不罷休 誰殺盈孫, 我誓不罷休 二弟, 你一向冷靜 聽我說 大哥 都是這一句, 不能殺 行 我還在喊吵架 小子… 你再說一句話 別吵 一人小句, 雙眼不要哭 鑽章軍師… 鑽章軍對嗎?鑽章軍對 弄得好像兩個堂口糊塗一樣 怎麼收貨? 二弟兄弟, 你們終於來了? 參見主公 什麼事? 是鑽章軍派小人來的 鑽章軍由於忙於研襲兵書 還過來操堂 三弟只喜歡武東、武昌 從來都會看書 分明了…那關將軍呢? 關將軍為抱讓, 還是不來了 二弟這麼多年來 我還沒見過他病過 分明是妻子 他們兩個人, 去吧 是, 主公 連見都不肯見, 怎麼磨解? 主角軍師 主公 為什麼你不找醫工幫你煎藥? 藥是給夫人喝的, 我想親自煎 你們夫妻情深, 真是交往萬事興 主公, 主公是擔心利二弟和三弟 本事真是通頭 關將軍和張將軍 因為處置迎孫的事鬧得不可開交 整個新事都知道 沒有, 就是為了這件事, 令我很苦惱 問題並不是怎樣處置迎孫 沒錯, 迎孫已經是一個航兵 在山是囚, 我沒有意見 根本不會影響大局 影響大局的 如今關將軍和張將軍 應勝兩大陣營 水火不容, 會影響軍心 軍師, 我真不知道該怎麼辦 真是兩難, 我只是很難, 希望軍師… 明白, 很明會盡力 二弟, 三弟, 為了一個愛人 大家兄弟都沒了, 死了的都是我的兄弟 迎孫救的也是我的兄弟 似乎迎孫的生死 不單是二弟和三弟的個人恩怨 還關乎我們萬幾個兄弟的恩怨 是啊, 沒錯 既然如此, 我想這次就正正 以為我們萬幾個兄弟去解決 張飛愚蠢, 不明白是怎樣解決 既然迎孫之前做的事 影響到我們每一個兄弟 就由他們各自表態 好, 小數服從多數 好, 我贊成 我也沒有異議 無論結果如何 現在都要跟以前一樣 無損兄弟全, 知道嗎? 如果贊成將迎孫處死的 就在報白打個掌人 贊成囚禁的 只要交上空白的報白就可以了 我贊成將迎孫處死的 是一萬一千五百六十四人 不贊成殺迎孫處死的 是二千四百二十八人 好, 迎孫罪該萬死 這次可以為死了的兄弟報仇了 好, 二弟, 你答應過不會有異議 我絕無異議 那就好了 二哥 我有什麼不時的, 你也別記掛在心 不會, 三弟 我希望你永遠記掛在心上 二哥, 你又說什麼? 我關雲牆是有恩別道 這次到不來, 我又愧於心 所以我已經決定了解隔為職 關將軍, 何必唯一的刑孫 關將軍 三師 是呀, 關將軍 有很多事等著你辦的 不用再說, 已經決定了 二哥, 殺迎孫是這麼多位兄弟的意願 很難因為你走而讓步, 請三師 我素來都不會說這些霸氣 你是我三弟, 難道不清楚我為人嗎 雲牆有副大哥期望, 請大哥見 你是一個說一不二記人, 性格如此 我知道是沒辦法去犬復你, 留到你 千山萬水, 太爺有機會再見 各位, 有緣再見, 三弟, 保重 大哥, 保重 保重 三善犯罪關軍 打開老房 好 雲藏大哥, 你來救我 對不起, 我做不到 為甚麼 因為我要離開將軍府 解駕歸田, 向你遲行 那是怎樣 他們決定了, 要處決你 不行, 你一定要救我 你連一人都不理, 你是人賣 你簡直追求不如 關羽謝罪, 向你求三個兇頭 不想死就幫忙 阿嬤, 別動 你要殺我, 我沒笑口狗 就當關羽欠你的恩 一次過還給你 打開腳鳥, 否則關羽就要死 走開…別過來 過來我殺了他 齊兄, 阿Sir, 放開關羽 你想你二弟有命 就準備快馬給我們走 你敢殺我二弟? 你就算殺了我, 你也走不掉 盈生, 你別亂來 萬事有商量 避馬, 去避馬 是 地馬虛時, 你先放下避受 不用思議 你認識我關羽這麼多年 我關羽是不會被人要脅的 二弟, 你沒有受傷就好了 我關羽是不會被人要脅的 天啊 你害羽是不會被人要脅的 我們第一天担保 你沒有住 你會被人要脅的 其實這次事件可以圓滿解決 全靠諸葛君師是真的 剛才我見大哥和諸葛君師 雲信兄弟眉來眼去 好像早有預謀似的 沒錯,一切都是諸葛君師的精相佈局 我和雲信兄弟是同謀 佈局?同謀? 二弟,你真是要感謝諸葛君師 其實孔明要向關將軍道歉 為什麼要向我道歉? 是我司機才逼得關將軍要解鴿歸田 果然離開將軍府 果然好計 關將軍之需離開 是士兵表決實刑孫 關將軍未能還恩 所以才解鴿歸田,對自己的交代 這樣也是關將軍自己的想法 為什麼諸葛君師你的計謀呢? 其實在士兵未表決之前 我已經猜測到 贊成處死刑孫的會佔大多數 你這麼有把握? 因為一個是幾年前的身仇 一個是十幾年前的舊恩 人的本性很簡單 絕大部分都是念身忘舊 所以已經表決 既得身仇的自然會多於既得救恩 但是君師你又怎會預料到 關將軍會找迎孫? 因為關將軍是最重情重義 他一旦要離開 一定會向迎孫辭行,當言自歉 好命要再一次向關將軍道歉 又是我為了要令迎孫露出真面目 令將軍身陷險境 連迎孫協持關將軍也預測到 這些會不會是事後說法? 不會,朱國軍師一早跟我說了 有此一著 迎孫乃是曹君,堂堂一名大將軍 他被俘虜之後 居然甘心掩藏身分,做一名航兵 目的是想苟然殘存,保住性命 一個貪生怕死之徒 知道關將軍要離開 沒有人阻害保住他的性命 當然會方寸大亂,狗急跳牆 所以我預早安排了兩名囚犯 把把匕首掉出來 那迎孫很自然 就可以挾持關將軍道歉 匕首無眼 你連關將軍的安危都不理? 當然不會不理 這就全靠我這個助手做的手腳了 關將軍之所以能夠生勾勾站在這裡 全靠我家鄉企周香港的道具匕首 這把道具匕首表面真的一樣 但是一用力就會斷圍兩折 好看不好吃 雲信兄弟,謝謝你 最重要是關將軍看清楚 刑孫的真面目 當刑孫將匕首刺向關將軍那一刻 將軍欠他的恩情已經全部歸還 互不拖險 一直將關將軍夢在鼓裡 孔明第三次向關將軍讀義 君師無需讀協 雲長也不知應該如何答謝軍師 要不然只有你 我也不知應該如何解開這麼多年的心結 要多謝的,應該是我 諸葛軍師觀人於微 對各人的脾性摸得通通透透 無論是異弟或是刑孫 完全在掌握之中 諸葛軍師真是神機妙算 舉世無雙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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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